有一點那個感覺起來 好像有成功的感覺 但事實上我盡量呈現讓大家一過了解這些事情 事實上在《天下企業雜誌經濟論壇》 他是每年會去辦 他講今年全球企業轉型的三大關鍵 人才研發這是無可歐非的 但是他這樣資料分析為什麼會變成是 所謂企業轉型的三大關鍵 我想這個部分先了解一下資料有多少 那資料在過去產品全世界產生的資料 以過去四萬年總和還要多 那地球上的砂大家覺得很多 可是事實上你看一下資料 現在2009年地球上所有的資料加起來是0.8TB TB多少大家回去查一下 就死了後面加21個年 然後所有的砂加起來是1TB 也就是說我們每年產生的資料 已經超過我們全世界所有的砂的總和 那下面就很清楚了 如果全台灣所有的年續看36246年 每分鐘在庫浪發上面文章 就是這個資料量 所以說資料量已經非常非常的可怕 非常非常的多 那資料從哪裡來 那海量資料有一些像各位在臉書上貢獻的那些照片 我們現在的物理不代等等 還有坐標、聲音、甚至芯片圖、S光片等等 這些非結構的東西都是包含在巨量資料 那這是1996年 我不知道你們各位有沒有聽過 他有什麼觀念 就是說在研究發現說 因為美國的男人在看球賽喜歡喝啤酒 那喝啤酒呢 因為要去買啤酒嘛 總要有一點那個什麼講 借口就變成了 你要不要買一下什麼料庫啊 什麼你的專用品 所以他就一起買回來 所以那時候銷量變得比較多 那這是非常久的時候 1996年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是什麼呢 超市他比爸爸還知道 你早點什麼時候懷孕 那為什麼 他要去做分析 你買了哪些東西之後 你有可能就已經懷孕了 那你在什麼時間點買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的預產期在什麼時候 所以當你要預產期之前 他就趕快寄 寄什麼呢 寄優惠件 嬰兒的服裝嬰兒的床 所以他爸爸就說 你要鼓勵他懷孕嗎 可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常真的懷孕 人家算得出來 然後再來說 從1996年到2016年 現在16年喔 上一次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2016年的 這是1996年的 16年的為什麼現在才在講 為什麼現在在講 因為1996年那時候 就有一定會拿來吸引用 因為以前啊 比較花幾千萬美元的設備 但是基本開銷 你可能才可以在做這些分析 1996年那時候 可是因為Google FB 還有大量的技術人員 他發明了Huduco 那Huduco這種技術的東西 我們就不能講 所以現在也不到10萬塊 你就會開始做 做一些B-day之一 用一些做法 所以大家才開始 趕去看這個事情 那這個是天下雜誌說的 用海量輸去治癒程式 那這些事情 他所分析出來的就是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有人的道理 屋主欠稅 他發生 我在這個基地 是一般建築物的酒杯 然後 只要民眾打電話來倒店 那個地方垃圾多 一週以後一定就要有屬 老屬出現 那這是有我們可以看得見 或是我們可以事先知道的 再來我們看一些事情 犯件會很討論 但是他也知道你的一切 比如說新竹市的警察局 他開始在駕 不只是新竹市 全台灣的警察局 都一直在駕設監視器 那他們只要說 我今天想要知道什麼 我想要知道一個穿同衣服的時候 在幾天幾分的時候 他在哪天出秀 在哪一個區域出現 他只要輸入同衣服的時間 他就可以找出那個 他只要輸入你的車子號碼 他要查一條車子 他只要輸入你的車牌號碼 或是他的車子 他就可以找出來 他這個車子曾經在哪幾個 那個卡片他出現過 又是不是很壞 那這次跑著他找追貫 壞的隨便他找誰 找你我 是不是很難正 很好找 那這個事情 正在發生過 這種東西目前還沒有 可是正在發生 可能最近一兩年就會有發生 那越來越好認 因為 就是說有那個雙胞胎 你會覺得說 我們一半人看不出來 你可能是他們電腦也看著知道 也就是說 以後你的卡片 你現在走過那個 海關的時候 你一走過去 他就馬上 他不用去搜尋資料 他只要照一下資料 他就馬上知道你是死人 全世界很多海關的這種技術 那慢慢的 如果這個技術再放到 我們現在路面上那些卡片 還是這是卡片的時候 你先想看 是不是你去哪天做了什麼 全世界人都知道 那再來 現在他們真的就知道了 現在他們在做這件事情 在美國的雷神國王公司 他們發展一套 今天你在臉書上播五天的 你去打卡 你去做什麼事情 他可以依照你在網路上的這些行為 去預測出來 比如說他從哪一點 迷通到哪一點 他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可以知道你最好的朋友是誰 你可能不知道你最好的朋友是誰 但是他可以透過網路找出來 你最好的朋友是誰 有哪些朋友 你在什麼地方時候去過哪個地方 看哪些朋友去哪 你依據在什麼時間 你先去參加什麼活動 各位在臉書上報交點就知道了 對不對 好 那這些東西 有好有壞 他可以做好的事情 你就可以做不好的事情 那 你只要按個讚 資料就可以拿走了 怎麼說呢 他今天有一個應用程式 當你按讚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一件事情 你可能都沒有注意到 你按讚的時候 他跟你講 你只要按讚之後 這個應用程式 他就可以拿到你臉書上 他只會有發表的母親 可能不知道 回去查一下 剛剛看了多少個讚 然後 Google兩個星期之前 他就知道疫情 為什麼 因為 因為當有人出現感染症狀的時候 他不會去看醫生 他可能直接就去看 所以只要有夠大的資料訊 他就可以發出來 找出你的疫情 那 Google去世 跟Google有感應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我再去看一下 然後 再來 他可以預測去奧出來 六大獎命中事項 他真的是用Google去運算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 因為 時間不是很夠的 所以 我直接秀出來 讓大家去看這些東西 等一下的話 我們來去看 那如果說 對各位在PVD有興趣的話 我們去再找一下 這是公車路線的動態 那 這個呢 是飛行的動態 那 以後 VDATA 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VDATA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先看一下 那個 這是我剛才看的那幾張 這個呢 來 你往上一下 當你要創業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要創什麼業嗎 好 我今天如果說創 沒關係 再往下一個 那個人有太多人在做 你想要做早餐店 放飲料店 或是早午餐 你在入口的去世 裡面你只要打這三個字 可能是太多人在看 他可以告訴你 哪一個 沒關係到下一個 流感去 流感趨勢那一個 他這兩個 這個趨勢圖啊 一個是Google的流感 那個疫情的預測 他去預測資料 然後另外一個是雷國的資料 實際上真的是流感發生的資料 你看 準不準 那為什麼這麼準 網路上去看 他真的有準的資料 他可以告訴你 他為什麼會這麼準 再來看下一個 這是什麼呢 你看 全世界現在有幾台飛機在飛 真的是即時的 你會注意看 他會動 你點了之後啊 他還告訴你 這台飛機 他是從哪邊開是飛過來 你看他是從那邊飛過來 然後你從這裡面去 可以得到什麼資料呢 即時的喔 幾點幾分的資料 5月11日 8點55分 晚上8點55分的資料 所以現在全世界有幾台飛機 在上面飛 你馬上可以看到 你去看一下 整個地圖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去哪裡投資 最多飛機的地方 就是最多哪個地方 所以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做招 哪一台飛機在哪邊飛 幾點幾分 從哪邊飛到哪裡 都可以看得出來 事實上這個呢 我們可能比較難知道一個 但是我覺得 趨勢剛才那個地方 你馬上再查一次看看 已經整理一次問題 這個才是重點 你們想要聰明 你們要做什麼事情 你從這個地方裡面 就可以知道 那過去現在 你有辦法去看 因為這個地方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在搜尋的時候 他可以知道什麼事情呢 今天你去搜尋的時候 你把三個關鍵字 三個關鍵字打下去 你馬上可以知道 馬上可以知道喔 這三個關鍵字 多少人搜尋 從2006年來 到現在危險 多少人去搜尋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 是你創業的最好的方法 我去想一下 把你的創業的資料裡面 你找出三個關鍵字 還是不行 所以現在Google Google打趨勢嗎 怎麼進入你的搜尋 那個趨勢 你打Google趨勢就不會 你看喔 你打早餐店 他到 他從2005年到現在 有多少人去搜尋 但是事實上應該是 要把那個關鍵字 他三個關鍵字都打進去 早午餐 跟著看看 你看喔 早午餐以前都沒有人出現 一直到現在 他的趨勢已經不超過了 所以你們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做早餐店嗎 你要做早餐店嗎 不要 你現在做早午餐 那事實上呢 你再往下去看 你要做飲料店 可以看一下飲料店 跟著 你按著一下 飲料店 好 好 所以飲料店 實上比早午餐還遠 然後你再往下去 拉上去 好 按程式 然後按清單 早餐店呢 你看 內湖這個是應該有 可拉西的關係 但是台南 台北嘉義 你今天想要看早午餐一下 點早午餐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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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還是一下 然後再往城市 城市 這裡 城市 你要超午早午餐的話 台南是最好的 竹南 對不對 桃園台北 所以你不要去台北開喔 桃園台北 你到台南開 早午餐是最好的在場 這就是群世 Bdata怎麼用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